這個2024年有很多日系RPG大作推出 但當中聲勢沒那麼豪大的作品聖獸之王 就是我今年年初最期待的作品之一 原因很簡單 它是由只有30人左右的工作室Vanilla Ware開發 亦都即是通稱香草舍的作品 香草舍作品玩起來向來很有傳統味道 同時又可以在當中找到些驚喜 故事都是為人遵遵樂道 只不過說到最標誌性的東西 就是它幻想色彩濃厚的風格 這遊戲本身就是適動的手繪繪本 是少數會吸引到我買artbook的遊戲公司 就我個人來說 我是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他們的作品 我是已經買了聖獸之王君主版 不過問我推不推薦大家玩 那就當然要立即開始今天的復機評 聖獸之王的故事是真是王道道令你打過凸 故事講述王子亞連 小時候國破家亡流離失所 長大成人之後 揭桿起一世要解放整篇大陸上的五個國家 整個故事都是沒有驚喜 沒有起伏 完全平鋪直序 就好像被壓路機滾過 令到故事有欣賞價值的是它的對話演出 起碼主線的交談是有著出色的配音 按著場景的不同都會有不同的聲音效果 在室內講話時是會有回音 角色明明是2D 但就是很出色的光圈染 這些要素是改變不到故事本體無聊的事實 但起碼都看得下去 我們可以在菲布里斯大陸上走來走去 並且自由地選擇去進行主線或支線 按自己的喜好去解放一個又一個的城市 我們不至於打從遊戲開始 就可以走遍遊戲所有角落 但每一個遊戲階段 大家都會有很多選擇 甚至在遊戲開始沒多久 你就可以選擇去打最終關 當然打不打得贏就看你自己吧 它的支線任務 我覺得其實是比主線任務 因為有不少支線任務都會帶來一些新角色 任務的最後你可以選擇 給不給這些角色加入你的解放軍 好像為了不會殺人的盜賊 還有拿人體做實驗的醫師 你又想不想招攬他們呢 只要你心理上可以接受到 他們就可以加入成為你的戰力 不過由於那些角色本身就是不一定加入 所以支線角色在主線基本上是零參與 他們加入之後的劇情就是沒有配音沒有演出的基本對話 但就以量取勝 遊戲超過60位角色 除了大家都和主角有基本對話之外 同伴和同伴之間都是有對話 於是遊戲就收錄了過百段基本對話 真的要有些耐性才可以靜心下來欣賞 有部分的基本對話是有充實故事背景的作用 爆基本還可以結婚 每次推出這些片都會有一班紳士在問 這遊戲可不可以開後宮 答案是不可以的 畢竟你是獨角獸之王 不是總馬之王 結婚劇情當然可以和美女忠誠勸屬 但是你都可以和你的養父男上加男 和各種獸人進行種族交流 和你失散多年的表姐共同震興皇室血脈 大哥你不要那麼瘋了 都說性癖可以偏門但不可以邪門 所有角色都有不同的結婚劇情 結婚劇情都是全部有配音 結婚對象在主線的關鍵位置中 都會有自己的專屬對白 所以結婚系統是比你想像中有誠意 最好笑就可以看到主角阿蓮 竟然可以想到這麼多種表白方式 不做總馬之王真是浪費了 聖獸之王的角色這麼有魅力 最大的原因果然都是因為這遊戲的美術風格 最終目的當然就是剛剛有提及的角色陣容 有各種的帥仔和壯男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雷雷 雖然跟魔龍寶冠相比他們採用了比較修煉的設計 但依然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同伴加入不只是戰力提升那麼簡單 更加令人高興的是有集遊設計優秀的角色 不過大家都知道香草舍畫得最吸引的 什麼時候都是食物 在整個遊戲裡面你都可以找到無數出色的手繪美術 好像這個勝利畫面 去到商店的畫面 還有聊天的時候的背景 根本就是買art送的遊戲 出色的美術也都令到這遊戲的戰鬥很有觀賞性 勝手之王的戰鬥玩法是即時策略 進入戰鬥之後遊戲的世界地圖就會化身為戰場 城鎮、港口就會變成據點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色組成部隊 再控制你的部隊去打敗敵人的總大將 整個移動過程是實時進行 不過我們都可以將時間停下來進行指揮 玩家可以消費英勇點數去出兵 戰鬥一開始的英勇點數就有限 所以就只出到3、4隊 隨著你殺敵和佔領據點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點數去派出你的部隊 你都可以用點數去用強力的英勇技能扭轉戰局 地圖上面都有些陷阱、投石車這些變數 但就關卡設計來說 聖守之王其實就真是普通了 好間中才會有比較有特色的關卡 例如說會影響視線的沙塵部 又或者被人四面包圍的防衛戰 不過大部分戰鬥其實就真是很普通 打死一隻總大將就可以了 即使是這樣 我都是覺得聖守之王的戰鬥做得極為出色 戰鬥的精髓就在於接敵的時候 戰鬥竟然是全自動的 不過就不是手遊那隻 我們無法像其他回合制遊戲那樣指揮你的角色 但就要在戰鬥之前幫每一位角色 設定好他的行動邏輯 決定在什麼條件的情況下 他們會放什麼技能 優先對什麼目標放技 又會按著什麼順序去放技 例如你可以設定攻箭手 不要打敵人前排的坦 而是優先攻擊後排魔法師和飛行單位 可以叫保師集中恢復HP最低的角色 只是幫HP跌到75%以下的隊友補血 叫打手不要在敵人殘血時用高資源消耗的技能 整個玩法就像Coding時的If-Else-Statement 簡直是打人打到打曲 這遊戲裡面是有快轉和Skip這些功能方便大家 不過聖獸之王就有辦法令你比起其他戰略遊戲更加有動力去觀看戰鬥的演出 一來看著自己設定的行動Pretton順利運行就真的很自豪 二來你要觀察戰鬥去發現自己的隊伍有什麼不足之處 研究怎樣的Pretton可以提高戰鬥的效率 用什麼裝備更加適合你的角色 要怎樣改變角色的隊伍組合等等 這遊戲裡面就算我們公平一點 不去計二轉的職業 總共都有50個可以給你用的職業 所有職業都有很明顯的差異 不少職業還會有多於一種的用法 玩到後期每場戰鬥都是精彩的5對5十人大運戰 其他SRPG遊戲可能還在玩屬性包剪刀 即是弓兵一出就是黑死飛行兵那種 但來到這邊就不是猜猜包剪刀 是十個人分兩隊猜猜猜猜猜 飛龍騎士被攻守黑仔 我放一隻鬥士上場 設定他會幫飛行兵擋箭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五人一隊的組合真的千變萬化 不會單純的黑屬戰鬥 而這遊戲我很喜歡的一點就是得益於五人一隊的設計 你玩到最後期你是可以派到50位角色同場戰鬥 沒有浪費到那麼多角色和職業 是現今很少遊戲做得到的 雖然要幫50位角色安排裝備 設定他們的行為邏輯 再研究如何砌成10個五人小隊 還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戰鬥裡不斷試錯改良隊伍 這個過程是可以很浪費時間的 不過研究隊伍 再一步步將隊伍調整成自己理想的模樣 就是聖獸之王的深度和特色 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每次戰鬥過後 又會有新資源去強化你的隊伍 好像用勳章去增加隊伍人數 用來進行轉職 用錢錢去買裝買道具 在地圖上解下支線去拿強力的武器 這些行為都增加了大家編制隊伍時可以用的手牌 加上你會很期待 打下一關時會有什麼角色加入你的隊伍 於是就成功令大家急不及待再打一關 整個Game Loop很簡單 但就簡潔而強力 極為上癮 不過我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也有體會到一些不足之處 聖獸之王的試玩版體驗是超好的 但玩到後來 我就會覺得這遊戲的後期內容是有點不夠的 玩到一半左右 開始令人覺得沒那麼興奮 因為這遊戲的故事本身是比較佛味 所以就沒辦法令玩家好投入 結婚要素中期就已經玩完了 這遊戲玩到一半之後 就不會再出現可以轉職的職業 後半的關卡設計都沒什麼新機制 新角色、新職業出現的頻率大減 於是那些很上癮的遊戲要素 去到遊戲後半就越來越薄影 後期就真的可以說是靠戰鬥和玉城撐起整個遊戲 我亦都覺得聖獸之王爆機之後的內容不夠盡興 大家玩RPG 給了那麼多心機去玉城 爆機之前又拿了那麼多神裝 都會想可以繼承那些玉城要素來一個以周目爽一下 但這遊戲爆機之後就沒定可以爽 玩完之後都還是有點欲求不滿 這樣是不是由側面印證了聖獸之王的戰鬥和玉城部分 中毒性真的很強呢? 來總結 聖獸之王是一隻優缺點分明的遊戲 它擁有世上獨一無二的2D手繪美術 又有著出色的Hardcore戰鬥和玉城 又有單機遊戲來講 陣容強大的角色和多姿多彩的職業 遊戲的角色不論是同伴、雜質 還是村民都充滿欣賞的價值 再誠實一點 雖然這遊戲沒有魔龍寶冠那種豪放的色氣藝術 但聖獸之王也是很適合我口味的 精靈相似 尾腿遊俠 還有角色各樣的路人 穿孤NPC 都太棒了 單論這些要素 就足以令我對這遊戲外不攜手 遊戲後半會給人一種後勁不計的感覺 一來他的故事起不到一個推動作用 另外這遊戲的節奏拿捏得不夠好 內容在這遊戲開頭毫無保留的開放給玩家 到終極開始就剩下戰鬥和玉城撐起這遊戲 還有這遊戲的Menu有時按下真的有點不順手 不過就算是這樣 我認為這遊戲都是一款有Style 有深度的優秀SRPG 而且這個價錢可以買到這麼出色的手繪美術 我覺得真的太划算了 可以說是霞不掩餘 所以 突曲之王以五星為最伏 個人會給1.5星 今次突曲之王香草四 又把所有的營運資金都堆下去了 畢竟這個是他們歷來規模最大的作品 即使就連製作人自己 都覺得聖獸之王在他心目中 只可以拿到3分 剛巧聖獸之王目前的銷量都不錯 希望他們今次可以好好賺一筆錢 讓他們有能力開發他們心目中的10 over 10 還有他們訪談裏面有提過 由於工作量太大 所以沒有實裝這個爆衣系統 其實我真的不介意 你們重新出一隻價錢和量都一樣的爆衣版 你敢出我敢買呀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除了我會很想私心叫大家買爆這隻製作人 自己都覺得不完美的遊戲之外 我們平民遊戲工作室 都希望大家可以幫我留言 Like Share 因為最近Youtube的後台數據告訴我 這方面的互動不足夠 如果可以跟我們Facebook、IG更加好 加入Patreon成為大佬 還可以看到說說的工作日誌 最後一定要特別名謝我們的Youtube大佬和Patreon大佬 多謝你們一直支持Channel的營運 那我們就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四次的路由 四次的路由 三次的路由 四次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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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都內部 兩次的路由 成為已經少了